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滴滴,今天分享一个大叔掉进浴缸,醒来之后有了读懂女人心的能力,我知女人心。 小孙这个人从小就嘴甜,没钱还想吃冰棍,咋办呢? 直接对着任阿姨就是一顿猛夸,人一高兴了就给他买了。 到后来小孙是越长大越圆滑,他知道这样能够比较快地走上人生巅峰,迎娶白富美,成为人生赢家。 对不起,此段都是我瞎说的。 最近啊,小孙更是不得了,手底下的人都说他要荣升执行创意总监了,一个个拍的马屁比谁都想。 虽然小孙也是十拿九稳,可表面还是要淡定啊,装装样子什么的,万万没想到啊,董事长却换路子想给公司来点新鲜血液,然后他的执行创意总监就没了。 因为公司直接外聘了一个人才,伤心归伤心,但工作还得继续啊。 新来的总监龙龙可是一把好手,一上岗就发了一箱女性产品,说是让大家好好体验体验,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了解女性的消费心理。 回家之后,小孙酒一喝,心一横,就吐起了支架,穿起了丝袜。 巧的是,他的风骚舞姿正好被女儿以及他的男朋友看见了。 小孙一着急,就连人带灯摔进了浴缸,等到他再度醒来,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 明明没有人说话,他的耳边却不停地传来各种内心戏,而且都是女人的内心戏。 一换成男生就不行了,为此他还特意在好友面前演示了一波,可这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好处。 开会被人嘲讽,回家被女儿嫌弃,就连老天爷也下起了雨。 难过的小孙见走偏锋,抱着插电的台灯想要再试一次。 只可惜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 在阿姨的提点下,他觉得有这能力也不是什么坏事。 好好的利用起来说不定能够成大事呢。 果然,只要掌握了对的节奏,现在他每次都能够抢在龙龙面前说话。 几个回合下来,不仅案子拿下了不少,就连老板也开始怀疑当初的决策是不是正确的。 可连连创意撞车也不是好事,毕竟那是他偷听来的。 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,小孙也开始主动帮忙。 慢慢地他才了解到,龙龙只不过对工作比较执着而已, 一种爱的情愫也在两人之间蔓延。 面对大案子的时候,不仅通力合作,甚至还会谦让。 不知不觉,小孙和女儿的关系也变得紧密了。 在爸爸的提点下,他才知道,人见人爱的最终法宝就是坦诚。 只有你对别人坦诚了,别人才会对你坦诚。 可明明话都到嘴边了,小孙又不敢了,反而用一首歌把气氛搞得更暧昧了。 就在这时,董事长因为经济问题想要辞退龙龙。 小孙知道后,第一时间赶了过来,他说出了所有的真相,包括能够听到女人内心戏这件事。 可这么大的事,龙龙是不可能立马会接受的。 伤心的小孙走着走着就被雷劈了。 醒来过后,他偷听女人心诗的能力消失了,他也终于弄明白了自己的心意。 影片的最后,龙龙也决定正视自己的内心,他留了下来,从此和小孙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作为一部翻拍喜剧还是比较成功的。 也许我们没有能够听懂人心的能力,但是能够多去思考,了解爱人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困难。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